我醒来的时候 双脚非常痛 那时我很困倦 尚未睁开眼睛 于是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身旁开始有女人冲外头喊话 小丫头醒了 我惊恐之余坐起身 结果见到更加惊恐的一幕 这个小丫头躺在一张土炕上 腿上白裤 脚是小的 剧痛如骨裂 并缠满布条 我用颤抖的手去摸 结果被身旁的年轻妇人拉住 她没好气地说 小东西好不听话 裹脚还昏过去 也不怕冲撞小脚娘娘 脚被裹不裹得紧紧 且痛得不成 我皱眉看她 尖酸的妇人长相 凶恶地动我 恨极了我一般 妇人穿着粗笨的灰色长衫子 这屋子里地是土地 窗帘漏风 灰尘落满桌雨床 像破落的人家 后来 我用很久接受这个事实 穿越 我是未来人 而这是故事的苏州 她叫我丫头骗子 这个丫头骗子父母已亡 跟随哥哥生活 看尽了嫂姿眼色 年七岁 嫂姿为了早早给她找个好出路 开始给她缠足 前两日因嫂姿帮忙缠足而致脚趾断裂 硬生生把她痛昏了过去 这才有了今朝的这一切故事 而我叫华英 姓周 我在苏州开了家平檀方 自己也会这门记忆 一日得了把 上好的凤井琵琶 过于得意 就寻了有人夜里游湖 结果意外落水 河水冰冷 那之后便失去了意识 再醒过来 就是这一番光景 土房子里同镜子模糊便行得很 我怎么照也照不清楚自己的样子 只能依稀瞧见丫头骗子有一双明亮的杏和眼 嫂姿对我并不好 我总是喝水粥 水粥是我自己编排的名字 因为一碗米粥里 水比米还要多 哥哥身体不好 我也经常见不到他 主要是我现在脚也不好 平时不动弹都疼得钻心刻骨 何况是走几步 只是裹脚的事情还没结束 我也不知道 原以为这样的疼痛便是结局 然却不知这是开头 后来 他们家的人捉住了我 两个大姐姐将我摁在床上动弹不得 嫂姿开始狠狠地裹我的脚面 我当然是忍不住的 可七岁的小女孩强硬不过十八九岁的小妇人 她们是嫂子的女儿 嫁了人已有几载 缠足绝对是我来到这个时期最难以面对的事情 因为太痛了 那种痛不光是身体的疼痛 还有心理、心理残缺的痛处 之后我很久都没有出屋子 我走不出去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一切 可我也不想死 大概过了一年多 我的脚终于没那么痛了 也可以走出这土房子四处看一看 我穿着灰色的长衫子 八岁 站在土墙边 望天上飞过的大雁 丫头骗子 去货事买丝线 要最便宜的 嫂子扔给我铜板 我捡起来 看一眼她 我不知道货事在哪里呀 结果她很生气 她完全不知道我的难处 虽然我确实一年没有出门 但嫂子觉得我是故意顶撞她 所以 她用鸡毛胆子抽我 我只好捏紧了铜板跑出家 但我确实不知道货事在哪里 所以我就问路人 我在街市上四处走看 这里很热闹 沿街就有摆摊卖要卖吃食的 而大多路人风尘仆仆 并不是悠闲地逛街 直到一个身量细长挺拔的少年出现 我见到她 心生喜欢 因她衣冠正直 因她干净温然 因她眉眼俊俏 于是我走过去 对她笑 你好 请问一下货事怎么走啊 她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可她身后突然出现的仆人挡在了她面前 而她礼貌地盯着我看了一眼 就立刻不动声色地后退一步 别过眼神盯着地 声音柔和周全 往前走 不远处就是了 她的仆人在赶我 可能 是把我当成了小乞丐吧 也对 我穿得破破烂烂的 灰色的长衫像是从土里捡的一样 我想起来 古时富贵人家重视礼节 断然不会失礼瞧着一个女子一直看的 她是我来到这里第一个对话友好的人 这里的人大多因我父母顽固 又是女子的身份看不起我 我自己也明白这时的重男轻女 可虽然能看开 但仍不能释怀 这位少年郎令我好感动 她高过我一个头 十三四岁的玉容颜 但我想着 如果认识了她 我这可怜的人生最起码能得到些许温暖 于是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她愕然地又看了我一眼 跟着她的仆人觉得不妥 迅速推开我 带着她的小少爷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 很想追过去 但我忍住了 因为脚疼 也因为缠足而摇摇摆摆地走路姿态 还因为这街面上人潮涌动 我走路都慢且艰难 我追不上她的脚步 我恨 恨 继续往前走 可我心里忍不住 扭过头冲着她的背影大喊 我家在这条街地十二户 我想认识你啊 那之后我被嫂子痛打了一顿 因为路上卖白菜的阿婆是哥哥家的邻居 嫂子打我打得鸡毛胆子都碎了 我身上也是皮开肉绽 并秧子哥哥来拉架 结果愤怒地嫂子推了她一把 她就此咳嗽不止 一口血吐出来 直接倒在地上歪脖子了 她再没醒过来 葬礼是芦苇席子裹了两层 嫂子大女儿跟二女儿家里各来了一个人 抬到山上去了 家里穷啊 现在就剩下我跟嫂子 我胳膊疼啊 可她哭得不停 我凑过去 嫂子 别哭了 活人还得过日子啊 她一巴掌扇过来 缺心少干的白眼狼 你割死了你一滴眼泪都不掉的 我被她扇得发猛 但也能理解她的痛 于是我说 嫂子 以后家里是我们两个过日子吗 她咒骂 我疯了 留你个桑门星 客死爹娘又客死我男人 害我成寡妇 你给我死去 我被她卖了 那会儿正过年 她也不知是几个大洋就将我卖进姑苏的廊坊 我当时就乐了 我喜欢琵琶呀 我爱唱歌呀 那些个小曲儿我在苏州总唱的呀 无浓软语 烂漫心肝 在这种氛围里 我觉得要比在那家图四壁 嫂子还总看我不顺眼的土屋子里生活强 我知道这个时代 在廊坊做姑娘意味着什么 但我没有选择 廊坊的阿姆是这方的主人 她给我起了一名 说是除夕来的 那叫年年吧 好 那就叫年年 廊坊挂牌子的姑娘有十八位 我刚来的时候对她说 阿姆 这里人人叫你阿姆 可我很孤独 我真的需要一个阿姆对我好 我也对她笑 阿姆 我念你一声 就当你真是我阿姆了 我想你好好对我 不知道是不是我三天没吃饭的缘故 可能是眼貌金星了 也可能是阿姆当时真的眼眶湿润了 我十四岁的时候 挂牌子了 阿姆亲传的琵琶手艺 她每次听我弹唱 都说我唱的弹得都有新意 是天生的艺人 阿姆喜欢我 客人们也喜欢我 阿姆说 要我耐住寂寞 不要因为这里客人撒下的大把金银沉迷 她自会为我寻良人 我说 阿姆 我不愿嫁人 真的 我就想弹琵琶唱小曲 直到头发都白了 姐妹们笑我言辞新奇 思想古怪 到了我们这一辈儿 上一辈儿挂牌子的姑娘们 几乎都被客人熟身走了 就只有一个 叫春满的姑娘 她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 有烟霞体 却依然留在廊坊里 她的客人越来越少了 而她满不在乎 好在阿姆并没有因此而轻待她 还给她安排了其他活儿 让她没事儿去教小姑娘们唱曲儿 烟生长大了 她再不像是当初我于大街上遇到她 那副干净温柔的挺拔少年模样 我也长大了 我十五岁了 抱着琵琶满怀欣喜地去见她 阿姆为我开门之前告诉我 里头是大茶商陆家的公子 阿姆说 那是位风华正茂的公子 你好好唱 我抱着琵琶 小不屑叠地迈进屋子 见到她 我问她好 陆公子 她旁边还有其他公子 我不认识 于是笑一笑 你们好 这句话不合适 而我确实想说 果然 烟生看了我一眼 但她依然不知我是谁 无妨 真的无妨 我坐在他们旁边 将琵琶弹得蒸蒸作响 可就是不唱 我盯着烟生仔细地看 她真的长大了呀 坐在酒桌正位 身旁三两好友 谈笑风生 她身姿挺拔 容貌英俊 身着袖带竹的长衫马褂 手中把玩者一眉玉佩 眉眼清澈 彬彬有礼 真称得上风华正茂 芝兰玉树 她侧过头来看我一眼 什么曲儿啊 从未听过 我笑 明媚极了 因我开心 我说 这是未来曲儿 她也笑 温柔道 你叫什么 挺有趣的 我看着她 年年 年年 她好奇 我告诉她 因是过年时被卖进来的 所以 阿母给我起名字叫年年 而我并不难过 因我喜欢唱歌弹琴 曲儿弹完了 她与酒桌上的朋友并不轻浮地向我凑近 依然是坐在那不远处与我讲话 她朋友问 年年 你觉得我们这些人 哪个你最喜欢呢 我抱着琵琶 看过去 这四个人都是青年茂盛的少爷公子 穿戴皆不差的 他们言笑艳艳 便是骑马蚁斜桥 满楼红袖招 可若问喜欢 我却都是不喜欢的 那三个 我不认得 那一个 我认得 可他不记得我 我说 我最喜欢我自己 燕生像是意外 为什么 我面对着他 有着我的勇气 因为我活得艰难 苦太多了 若不爱自己 活不下去那一场在门外九女的奄然笑语声中结束 他们进屋子来 我抱着琵琶 走出去 迈出门 我回头看他一眼 他没有看我 但也没看那些九女 我知道 他是不同的人 对我而言 不同 对来这廊方的客人 也不是同路人 那之后过了两三年 我都没再见到他 不过我十八岁的时候 廊方出了一件大事 姑苏大茶商陆家倒了 倒得突然 说是陆家老爷子茶山上死了人 官家的来茶 牵出了老爷子给沿路运茶官路上的人使了木叶金 谋取私利 这事情一出来 牵扯颇多 老爷子盼了秋后问斩 太太殉情 鼎盛陆家 倒台了 茶山全然充公 陆家私财更是一分不胜 添了外债 陆家二姑娘本来好好的一门亲事 也因这件事黄堂了 这样大的变故 吓了我一跳 当夜我偷偷出了方 往那陆家去 陆家的窗宜颇大 空荡荡 连个仆人都不见了 门没人守 我拥门进去 月明星夕 夜凉如水 大院安静得如屋 我见到他身影瘦靴地坐在院中 怀里抱着爹娘的牌位 这若大宅门 不复往日热闹 竟萧索到这般地步 我走过去 静悄悄地 听见他说 只剩下这些了 我问 剩下什么了 他根本不知道我如何进来的 而他也全然忘记了我是谁 可他没心情了解我 他说 只剩下我爹娘的牌位 我怀里揣了个小盒子 那是我刚才偷从方里跑出来时拿的 是我这些年来收的客人银票 我蹲下来 在他身旁 将手中盒子递给他 我说 人有志 便不怕从头来过 他漠然 接过盒子 打开 见到银票又狠狠关上 丢给我 凶问 你是谁 我被那盒子砸了脑门 很疼 我默默地 我是年年 他完全没有印象 年年是谁 我并不觉得耻辱 是郎芳弹琵琶唱小曲的 他神情中有回响 似乎是对我有点点的印象 又可能是想起曾对我温柔笑过 于是他抱紧了怀中父母的牌位 走吧 我如今 没钱洒给你 我又将木盒子给他 我说 顾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幸福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他看了我一眼 神情带着意外 像是很难想象我这样的琵琶女也能说出这些话 我同他一样坐在地上 我说 你得振作呀 我支持你重新再来的 真的 月光之下 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光 转瞬即逝 我说 你一定要振作呀 延伸 继承上一辈人的财富是命 而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可能性啊 我们为什么不让梦想照进现实呢 万一成功了呢 那夜 我将盒子硬生生塞进他怀里 跟他父母的牌位放在一起 随后一瘸一拐地跑了 因为脚痛 我觉得是我幼年时嫂姿并没有给我把脚裹好 导致只要是阴天下雨 我的脚就痛得厉害 痛到我要去药铺 开麻沸散喝 春晚姐姐给过我烟膏子 我瞧那玩意儿乌漆马黑 又沾了巴唧的恶心就没用 还有 我是中国人 我不做大烟的奴隶 后来我连麻沸散都不喝了 疼就忍着 因为我不想上瘾 我看中的人果然没错 这一位春风拂面 风度翩翩的少年郎君 用了两年扭转局面 他家茶叶生意是死透透的了 可他眼光独到 开始做丝绸买卖 再见到他时 他已然名扬姑苏 更上一层楼 甚至外地人一提到丝绸 都能讲到他 这一年 二十四岁了 他 这一年 我依旧在歌舞升平的廊房弹琵琶 二十岁 我知道他一定会来找我 他果然来了 那天我弹得正好是软狼龟 我坐在小楼回廊处 这儿天僻 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音 可不想回头 我只想弹琴 他应是离我不远的 再轻笑 你胆子真大 我回头看他一眼 笑 阎生 我们好久未见 足有两年 他已然风骨潇洒 高高大大 身穿西装 不再是过去那个眉眼间清澈如水 干净如玉的少年郎君 只是他已然彬彬有礼 英俊挺拔 虽然 他的眼神中 有了些我不清楚的逢场 逢场作戏 我不仁想全这四个字 我抱着琵琶 就是不过去 他也不过来 他只站着 低头看我 目光深邃 说出了那句我知道他一定会报答的话 年年 我给你赎身 赎身 当然不行 我拒绝他 我喜欢这里 阿姆当我是亲生女儿 姐妹们也一团和气 都对我好 我不愿去别的地方 他说 那我包下你 我也想反对的 可是我想了半天 我发现我没有选择 那之后的十二月 整整一年里 我清静得很 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不是总来看我的 因他场子里忙碌 我也明白 且我不愿他总来 我是喜欢他的 可那是因为他曾在我最苦的时候 给过我温暖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 他当我是一个女人 这样的方式 让我感受不到什么美好和温暖 我只觉得自己下贱了 我知道 他是想偿还我那只木盒子的恩情 于是在那一年 他最后一次来找我的时候 我与他讲清 我说 燕生 可他头一次打断了我 他脸庞上有些笑意 这些年他已经变了 有负伤的那种杀伐决断 有面对外敌时的干脆利落 他这时从怀中掏出一枚戒指 红宝石 他拿给我 帮我戴上 那时 屋子里宁静极了 外头楼下还有琵琶女唱歌 声音朦朦胧胧的 而我晕晕乎乎的 他说 我给你赎身吧 年年 我反应过来 坐直了身子 看了看那枚戒指 在昏黄烛火中闪光 我多想同意呀 可不行 我明白 狼芳的出身 令我即便是跟着他 也绝对落不上什么好地步 于是我说 不行啊 我喜欢这里 我看着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淡 那你对我这样好 不是因为对我有情吗 你在我陆燕生落魄之际 帮助我 激励我 你为的不就是这个吗 手指头上的戒指沽得我闹心 我拽下来 快到除夕了 我听阿母说 你病昏了 陆燕生的眉头一跳 她是温婉女子 容得下你 就是这样一句话 斩断了我的情 我说 我容不下这样的我 我说 我做不了姨太太 我说 我不觉得我卑贱 我甚至觉得我必须做正妻 然后 然后很有趣 她冷冷地看着我讽笑 不知好歹之后 这个负伤力所起身 摔门而去 又是一年过去啊 我二十一岁 阿母说我真是疯了 做个一太太又能怎么样 你这种出身难不成还一想天开当主母 我就抬头望着天上的落霞 我说 是啊 我就想做主母 不过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回家 我一直很想家的 阿母摆我一眼 你哪里还有家 你那嫂子前几年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棺材前都是你出的 我叹了口气 是啊 我的家 早回不去了 廊坊阿母 我真的对她撒娇 她也真的对我好 她说 我纯粹 这么多年都看不中钱财 所以善良 慕容玉来看我 我很开心 她是外地人 家里早年当官儿 后来父亲死后 家里一点点没落 剩下些田产度日 她是读书人 我能见到她 是个偶然 因她也是穿越而来的人 这种她相遇故人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 我问过她 她说 她是东北小伙 因当时穿越过来 年纪太小 所以 已记不清 自己究竟是哪年哪月过来的了 我说 咱们这样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家去 慕容玉说 是啊 我还想回去看看我对象呢 你不知道 我当初就是跟她吵架 才一时气愤喝酒物似的 我好奇 你怎么过来的 她笑 咯咯咯的像是下蛋攻击一样的一直笑 可就是不说话 我更加好奇 边吃鹅掌压信 边嘴里含糊不清地问 你倒是快说呀 不知道这屋子里是一个时针一算钱的呀 当慕容玉终于忍住笑 憋得满脸通红 被我对象一巴掌扇过来的 我 啊 她解释 我俩吵架 我一个大老爷们总不能跟个女人一般见识 我说来 要不你打我 只要你闭嘴 你打死我都成 结果 就这样了 她抡圆胳膊 针给了我一巴掌 我当时都被她扇得转圈了 对了 我是舞蹈戏的 就她那一巴掌扇得我当时那瓶转转的忧 鹅掌太辣 辣得我流眼泪 我喝了口桂花冷酒 哀怨道 说重点 她老老实实 这不就过来了吗 当时头晕 结果就撞电线杆子上了 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一睁开眼 老子居然成了个奶娃娃 门在这时被人踹开 我不怕 直直地看过去 那人阴沉遮脸一步步走进来 慕容玉还在疑惑 这就一个时辰了吗 我 滚出去 她阴霾道 我对慕容玉道 先走吧 前我一会儿让阿母退你 她向来明白事情 也知道一些这世道的规则 但她不放心我 这人谁呀 我笑笑 你放心 是个好人 好人踹门 她起身 十分不爽地盯着陆燕生 陆燕生眼眶里有血丝 面容清冷嫌雾 我有点慌张 站起身往外头赶慕容玉 我说 你快些走 我们以后聊 陆燕生已经在屋里掀了桌子 她因此愤怒至极 慕容玉剑撞拉折我就跑 跑得一昧飞扬 跑得沿路都撞上了房里的姑娘 她拉折我一路跑出廊坊 身后一有随着狂跑追赶我们的房里仆役 还有就是陆燕生的人 我回过头喘着粗气看 她没有追出来 我知道 她这样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可能去追逐一个枇杷女 慕容玉拉着我跑 东北小伙果然很敞亮 很豪爽 她带我回家了 而我半路上差点跑死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搁现代社会里 我是个衣服袖子被汽车门死死夹住了的倒霉女孩 然后被汽车飞驰而拽扯着跑 她家在姑苏城边上的小城 家底殷石 虽然 没有陆燕生那么有钱 慕容玉家人都当我是个没了爹娘的可怜姑娘 瞅着大少爷拽着我回家 心领神会以为是有点事情 还好心把我安排在她书房里做事 只是可惜这样的日子只有三日光景 陆燕生带着人杀来了 慕容家是老太太当家 我被叫去前堂的时候 慕容玉知道 她不让我去 怕我受迫害 我也害怕 我人生里第一次这样害怕 我对她说 我真的不愿去 可这世道 我不去 恐会牵连到你 她一拳砸在桌子上 我他妈就不信了 我连忙劝阻 行了行了行了 你省省力气吧 最终还是去了 前堂 我怕慕容玉冲动 做出会累积自身的事情 硬着头皮去 害怕地去 结果陆燕生思思文文地坐在堂前 长扇马挂 戏长个子 看一眼我 无爱无恨 冷淡从容 老太太比仪我 我家小儿不懂事情 陆老板别见怪 这女子只在书房伺候的 我知道 她是告诉陆燕生 我同慕容玉没什么 可本来也没什么 陆燕生就逢场作戏 冲着老人家倒是恭敬 老太太 原本没什么 一个房里的姑娘罢了 但她对我而言是有点特别的 她带我走了 我没有选择 回了姑苏我才知道 她给我赎身了 我不愿跟她回家 而她没有带我回家 我听说过的 她与夫人 恩爱有加 相敬如宾 我算什么 我甚至连一只琵琶都不如 慕容家开始跟姑苏陆家做生意了 丝绸生意 茶叶生意 陆燕生给了慕容家老太太门路 也让她赚了几笔 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 我总觉得这样不好 我想出去走走 好告诉慕容玉让她奶奶离姓陆的远点儿吧 可姓陆的自从那次寻回我 就一直关着我 她将我关在别宅里 宅子里有下人在 可我孤独 她一个月里能来看我一两次 有时要我弹琴 有时与我讲话 可我生气 我生气她这样对我 于是拒绝 她后来生气 我依然不怕她 也不理会 结果她那一日恰巧醉酒 指着我气得脸都发白 好 好 好 真是有稚气得很 拂袖起身 摔门而去 一如那夜 我对她稍有改观是因为一件事 那晚上我病了 秋雨下了一整夜 我脚痛 痛得我躺在床上哭 我是最能忍耐的了 可这样的痛越来越严重 我太痛了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想回家 我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 我想回家 不知是不是哭声引来了吓人 有小丫鬟害怕 举着蜡烛走近我 小太太 你怎么了 他们一直叫我小太太 可能是当我是陆燕生的妾了 我已经无暇否认 我哭嚎 我脚痛 可告诉他们也没有用 我知道 痛是我一个人的 没人能为此分担 可我不知道的 是她这一夜冒雨而来 按理说 这样的夜晚 她不该来此 我痛得满床打滚 我说 我真是倒霉呀 我真是倒霉呀 小丫鬟想去给我找医官 可一打开门 风雨扑了她一脸 她见着这宅子的管事婆婆 婆婆扯她出屋子 怪罪 少爷已经进院子了 马上就到这儿 你处在这儿做什么 滚 我冲管事婆婆喊 我说我疼 我脚痛 这一位婆婆不比我的阿母 她向来看不起我的出身 扬着声音道 您就忍忍吧 伺候好少爷要紧 我忍个大头鬼 不久 她与小丫鬟都走了 我痛得在床上打哆嗦 我在现代 就是姨妈痛也没这么痛过 我是孤儿 凭造化得了好人家的资助 长大之后参加比赛得了奖金 开了平潭坊 有了朋友 终于日子越过越舒坦 可如今这是什么? 怎么就这样了? 我痛得不行 两只脚痛得想令我去死 我哭 哭得满枕头是泪水 我恨 恨不公的世道 恨薄情的人们 我是这悲惨世界的旁观者 我没有麻木不仁地活在这里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 受着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啊 冷得很 直到她抱住我 我背对着她 看不清她的面容 可她抱我很紧很紧 我哭得要断气 我说 我要死了 她也掰过我的身子 令我看着她 她紧张 你究竟怎么了? 我已经满脸是累 也分不清究竟是哪里痛了 她反应过来 以前你就说过 你的脚阴天下雨痛得厉害 我给你看看 她说 我大声地拒绝 不 我要如何令她看到我的脚 那样丑陋 那样奇形怪状 虽然 这时的人们 觉得那才是美 她意外 可她说 你就这样不喜欢我吗? 我哪里比不上木荣誉 我没有力气跟她折腾 于是被她折腾 我知道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会发生什么 我也知道 她一定会对我做出来的事情 可我太痛了 这样的雷雨天理 我甚至痛得 哭得 恨得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她亲我 一点一点地 如小鸡灼米 她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胸膛上 滚热的一片哪 她说 我心里有你 你记住了 我说不出话来 她压迫得我不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天别再亮了 亮了的话 我不知道要如何面对这一切 后来 她将我的脚握在手里 我裹着被子 想把自己憋死得了 太羞耻了 而她说 我会好好对你的 我说 我不作妾 她停顿了话语 但她又说 我太太 人很好 不知为何 我明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珍贵 但却淡定得很 仿佛真的将红尘都看明白了 我只问她 那你爱她吗 她沉默 我又问她 那你爱我吗 她依旧沉默 我忽然十分好奇 继续问道 那你为什么说 要对我好呢 这时 我满脑子都是初见时 大街上那个被仆人拦住的小少年 而她如今是这样的艳声了 末了 我听见不远处 男子的声音诚然 我家道中落 看尽小人冷眼 受尽侮辱 我妹妹被退了亲 宗族把她逼得上吊了 当初 你给了我那支木盒 你是那时第一个对我善的人 所以 我要对你好 阿力 阿力的娘家 给了我生意上的助力 若不是她家的支持 我恐怕不会把丝绸生意做得这么顺 所以 所以 也要对她好 我平躺在床上 认命了 你心里有我 她横躺在床榻上 沉声 我感受到她在抚摸我的小腿 我捏捏地 我心里有你 嗓子有些哑了 她说 你为什么这么失落 我没搭理她 我困了 睡了 第二天一早 她走了 没声没响的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昨天晚上 看我睡着了 觉得 我好没趣而才走的 还是第二天醒了走的 只是别宅里的下人们 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 我依旧沉默 她差人送来上好的药 吃的 敷的 她的太太终于知道了 我的存在 托家里管家 带我去她家了 我不怕 我就是不怕 可阿丽是个好太太 她年纪不大 生得纯红齿白 比我好看 穿得也比我好看 她见到我就笑 她说 我知道你了 她前两天 宿在你那里 我已经皮肉不惊 哦 你好 已经是如今 我不想再讨好谁了 她身旁跟着的婆婆骂我没皮没脸不知死活 我回敬 您老皮老脸 您知道死活 那老祸气的要撸袖子揍我 阿丽笑得无嘴巴 我看她那样 就也想笑 她看着我 说我们单独说说话吧 好啊 为何不可 她拉住我 秉退左右 阿丽的态度很诚恳 我同意你进门的 你进来吧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门外就飞快闯进来一个人 她站在那里 高高大大的 阿丽看过去 眼神中有向往和欣喜 你回来了 我还没做出反应 结果一转过去就挨了一巴掌 她居然动手打我 她看着我 脸面上铁青 你在这里做什么 声音冷冷卷卷的 我简直无语 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她差人带着我滚 要我滚回别宅去 我纵未屈却也知道 我没有选择 阿丽拦她 你这是做什么 是我叫她来的 挥之则去 她说 让她走吧 你见她 不好 我一瘸一拐地走 离开这里 再也不想来了 陆燕生当夜来找我 我很平静地面对她 她神情复杂 半天都没有说话 后来我躺在床上装睡 她才从小榻上走过来 缓缓坐在床下地上 轻轻用额头靠折我 我摸到她额头细碎的发 滑而冷 我说 我们这样 是什么 她不语 后来又问 我要你 跟我回家吧 我转了身 离她远远的 她皱眉 你明明心里喜欢我 我将头埋进被子里 她也顺着被子进来捉我 声音终于开始柔和 好了 年年 年年 我的年年 你究竟在别扭什么 别扭什么 你的年年 从不是对你别扭 更非是对你拿巧耳 你的年年 只是不喜欢这样复杂的关系 只是想单纯地爱一个人 你不知道 你也永远不会知道 我最爱你的 是最初见你时 你那虽躲避开我 却始终善意地言语温柔 那时 你的仆人鄙夷我 觉得我是个小教花子 而你温生朗朗 你看得起我 虽瞧着地上 可你说 往前走 不远处就是了 我在乎这句话的呀 那是我那会儿为数不多地遇到的善良啊 那是光啊 黑暗潮湿的困境里 唯一的光热呀 虽然转瞬即逝 可我依然愿意支持这样的光 只是你不能这样欺负人 你娶了一个妻子在家里 你又说 你要对我好 咱们分开吧 我不作妾 我对她说 她本与我亲密 呼得因这句话而愤怒 紧紧扼住我脖梗 因为慕容玉吗 怎么忽然提起她 明明自打我进了这别宅 我已再见不到她了 陆燕生很粗暴地扯住我的头发 逼得我无奈地看着她 她简直可憎 斯文败类 她冷冷道 你喜欢她是吧 嗯 我喜欢个大头鬼呀 我冤枉 没有 你以为她会娶你 陆燕生满脑自觉地我给她带来了绿光 于是说话也越来越狠 我告诉你 没人会娶你们这样的女子为妻 我听到这一句话 这些年来的好脾气都不复存在 狠狠地一巴掌扇了过去 她愣了 不过也是 她这样的人 金尊玉贵地长大 哪个女子敢真的打她一巴掌呢? 我开始害怕 你干嘛? 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你别忘了你今天还打了我一巴掌呢? 我这是还给你 这是 因果轮回 能看得出来 她对这一切难以置信 你胆子真大 你卖身气都在我手里 我打死你都没人管的 知道吗? 陆燕生语气淡淡的 手抹撒我的脸颊 我越来越害怕 有些委屈 我真的不知道会打过去 我 我可能是 她眼睛一直盯着我 狼一样 然后狠狠低头亲过来 我害怕 不敢反抗 于是又一次 我痛 她紧紧地抱着我 一直 一次次换我的名字 年年 我的年年 陆燕生的年年 她要我叫她的名字 我叫不出来 她就折腾我 我忍不住 呼得闭上眼睛 抱紧了她 她开始对我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一夜开始的 很温柔 很宠溺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又开心 可又不开心 开心的是我喜欢她 我真的很喜欢她 不开心的 是我不能细想跟她的关系 而日子稀里糊涂地过下去 实在不是我的性子 况且我害怕她 于是我逃跑了 趁着月黑风高 拿了金银盘缠 翻墙逃走 逃亡的第一站 是狼方 我自然要去看我孝顺了这么些年的阿姆 阿姆见到我 得知我要逃 先是震惊 而后却十分令我敬佩 她说 走吧 过不下去 就别耽误自己 我说 好 她拿给我一件衣衫做念想 还有盘缠 我不要 她硬塞给我 多拿点磅身总是没错的 只是阿姆没有能力 不能留你在我身边 我当然不会怪她 我感恩她都来不及 第二站 我去了姑苏城边的小城 见慕容玉 可见到的不是慕容玉 而是知道我离开 早早前来与慕容老太喝茶聊生意的她 我直接被她着人压回去 她后来掐着我的脖子骂我不知羞耻 我挣扎 气到 我怎么就不知羞耻了 你给我松开 她被我激得怒急返笑 真的松开手 我因她这忽然地松手而跌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气 她蹲下身子来 冷笑而残忍 掐着我的下巴 好 你放不下她 好 你要跟她私奔 那我会让你跟她都付出代价的 她不准我再出屋子了 而后不久 慕容玉出事了 慕容家没了 慕容玉是因知道我曾去找她 而后又被陆燕生绑回来 她担心我 才出的事 还有就是 东北小伙仗义呀 不想让苏州的老妹儿受委屈的呀 我眼看着她都闯进院子了 心里实在着急 我冲着她大喊 你快走啊 我没事的 她怕我被伤害 脑袋上流着血 硬生生跟院子里的护院对着揍 结果边挨打边冲着我喊 老姿好得很 老姿这次偏要接你出来 不在这里过日子受气 我很是感动 可我知道 这太艰难了 她后来被身后仆人一棒子直接敲昏过去 那人不是别人 那人是陆家管家的儿子 陆燕生的贴身 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发生 可阻止不了 大脑啊 那有多少神经呢 我怎么可能不害怕 慌张之中 我欲跑过去看倒地不醒的 慕容玉的伤势 可惜被身边殷勤不定的陆燕生死死抓住 这样的担忧 被她当作心痛情郎的证据 我着急 冲着倒地不起的年轻男子大喊 慕容玉 慕容玉 她躺在地上 用最后的力气睁开眼 她的后脑勺贴着地面 已经晕染出一大片烟红的血 她满脸苍白 却冲我笑一笑 声音小得不行 对不起 我被暗算了 没有然后了 她彻底闭上眼睛 我大哭 醒醒 你醒醒啊 陆燕生将我禁足在屋子里 直到我听说慕容家茶叶生意破产的事时 我忍不住开始细想 从头来想 从陆燕生 给了慕容老太那些门路开始 慕容玉因为脑后的那一击 再也没醒过来 慕容老太败了家 唯一的孙子如此 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苟延残喘 我觉得这是造孽 而且我心痛慕容玉 于是暗中让小丫鬟把我的银两细软拿去慕容家 陆燕生知道这一切后 暗中全都扣下 直到慕容老太厌弃了 她才拿着那些银两找我来 哗啦 她将那些被布包着的银两洒在我面前 我觉得自己都要眼花了 我问她 这是什么意思 她冷笑 慢悠悠坐下 慕容家老得硬挺了三个月呀 到后来变卖家产给孙子治病啊 你猜她怎么死的 我忽然觉得很恶心 忍不住往后退 她狠狠走上前来 拽住我 生意赔了 姓慕容的廉家都卖了 跟慕容玉住在破庙里 没东西吃 吃土 后来仗死了 慕容玉 躺在破庙几日没人照顾 饿死了的那样 那样一个清白仗义的慕容玉呀 怎么就落得这样可悲的下场 我忍不住 又觉得想吐 步伐虚空 于是突然昏厥过去了 闭眼之前 我瞧见她惊恐地抱住我 年年 儿再醒来 她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笑得干干净净 年年 我看着她 忽然也笑 你干嘛呀 笑什么 看得出 她神情中闪过一丝被隐藏的极好的惊恶 她是意外 意外我为什么会对她笑 意外 我为什么不追问慕容玉的事情 我笑 阿姆呢 你怎么忽然回来了 她一愣 年年 我自顾自地说 你不会还要将木盒还给我吧 拿去吧 拿去吧 那里也没有多少钱的 可是你要加油啊 虽然家产没了 但你还有勤劳的双手啊 去创造属于你的财富吧 我们为什么不让梦想照进现实呢 万一成功了呢 她忽然紧张地握紧我的手 年年 你怎么了 我笑 我 我很好啊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一睁开眼睛 我就在这里了 不过这里是哪里呀 我为什么会从廊坊出来呀 她请来姑苏最好的衣冠 衣冠说 我可能是太悲伤了 大悲大怒后 把当时最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 衣冠走后 她坐在床上抱紧了我 那样那样紧 她说了四个字 这样也好 我不言语 我怀了她的孩子 但我会挑个好日子 送她一份大礼 阿力知道我怀孕了 她邀请我入府 而我有了上一次艾尔光的经验 所以 装作猛然地看了看陆燕生 她差人请我去 我不要去了吧 陆燕生深深地看着我 握紧我的手 嫁给我吧 年年 我笑 好啊 于是 这一次我没有应阿力邀请入府 而是在别宅准备婚礼 切入府 不隆重的 只是有些小事情要操心 我想着 反正离死也不远了 那就临死之前好好漂亮一回吧 婚服是偏红色的 但绣和样式好看 我喜欢 那天晚上 小轿子把我抬进去陆家 我开心 又不开心 开心的是如今我终于能平静地细想我与他之间的关系 而不开心的是我明白 我东北哥哥的死 我释怀不了 坐在小片院子里 我盖着盖头 他走过来 慢慢地掀开 我抬头看着他 陆燕生的神情是满足的 他笑 干干净净 他轻轻说 年年 你终于是我的人了 你是我的年年了 我问 燕生 你爱我吗 我是妾 而他红着眼眶 半跪下来 在我面前 他摇头 认真而肯定 我心里是你 我许久没有讲话 只看着他 真是好看的人 风华正茂 偏偏君子 洗服马挂衬的他就好像是个刚娶亲的少年 我真是好喜欢 我问 可你有妻子 他沉默了 但他又说 年年 阿丽娘家 对我有恩 我点点头 我知道的 他看着我 定定的言 可我是真的喜欢你 白头偕老的那种 我明知道是不能白头的 我明知道是不可能白头的 但我笑 又笑 好啊 我也想跟你白头到老啊 何锦九 静静摆在那里 他抱着我 情深地看着我 将我直接抱到那小圆桌子上 我与他 交杯饮和紧 泪欲平生落 他以为我是感触凉多 所以轻易替我擦掉脸颊上的泪 我说 我累了 我们早些安置吧 小腹已经是微微隆起了 我摸了摸 呼地说 好想家 也不知道 究竟还回不回得去 他安慰我 你想家 是想郎方 还是本家 但无论你想念哪里 为夫都会带你回去 我望着他 深深地凝望 有些不舍 可若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呢 但这句话 我没有问 我知道的 没法问 况且这句话 也没有答案 我认了 真的认了 回不去家 也认了 我说 夫君 你去床榻里头的枕头底下瞧瞧 我留给你一个东西 他亲我一口 温柔地不像话 我爱你 我含泪 我也是 他笑得灿然 眼神如溢溢生辉的耀眼星海 转头去床榻的枕盘寻我说之物 那是四根琵琶弦 是我第一次弹琴给他听的时候 用的弦 而今 用不到了 这是我觉得最珍贵的物件 于是我送给他 留作念想 但他不知 我在他回头不久 从怀中摸出烟膏 力所吞了 那还是春满姐姐给我的 那一盒 大烟膏子 我那时觉得 虽然我不用这个 但总归是春满姐姐的好意 我就留下做个念想吧 可现在 不想用也得用上了 我实在活不下去了 慕容玉那样残忍地死去了 我爱你的 真的 很爱很爱你的 因你当初温暖了我呀 你不知道 久居黑暗里的人 一点光热 都是旧熟啊 你摸出枕头下的琵琶弦 我已撑不住 倒在地上 胃里灼热痛苦的不行啊 满嘴是苦味 可这人生的苦 是比这还要苦上许多的 我终于知道了 你见到我如此 疯狂地跑过来 惊恐地抱起我 要叫人 我苦笑 别 别叫人 我活不成了 你看到我手中拿着那一盒大烟膏 皱眉 疯狂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我笑 很痛很痛 你害人啊 你害了慕容玉啊 害得我都没有好好跟她说声再见啊 你不知我这一生苦也孤独 而她 她跟我一样啊 我们都是迷路 又 又回不去家的人 闭眼之前 她还在试图叫醒意识已经逐渐涣散的我 我最后颠三倒四地说 我来姑苏 不作妾 我死了 可千万别让我进你家祖坟啊 我不愿意 她颤抖遮手紧紧环抱住我 痛苦嘶吼 年年 陆燕生坐在地上 捏紧手中那四根琵琶弦 痛苦抱住身体逐渐冰冷的她 陆家正房屋子里 尚在听天房动静 阿丽有些焦躁 问身边的老妇人 你把药下在和锦酒里 会不会她死了之后被人发现 那老妇人相当有自信了 不会的少奶奶 那药 但吃死不了人的 得配着膳食用 何况她今天入府小丫鬟不是偷偷给她送了蛋羹吗 眼看着她吃的 咱们现在就安安稳稳地等信儿吧 阿丽望着同静 干干净净 不笑 不怒 她死了 好好给她办一办 我仿佛能看到慕容玉在不远处叫我 她站在庭院里 笑得豪爽 丝毫不是那日失去生机的她了 她叫我快点过去 要带着我离开这里 我回过头看一眼 陆燕生还抱着年年 我是这悲惨世界的旁观者 身份从未变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究竟是喜事怒 只是看了她几眼 慕容玉过来拉我 她说 快 我们快走 再不走 就真回不去了 我喊一声陆燕生 可她已经听不见 她一心沉浸在失去年年的痛苦之中 她听不见我 也看不见我 而这时的我 是周华英 不是年年 再睁开眼 是2019年 我得了把凤井琵琶的夜里 苏州河水冰冷进鼓 我一个机灵开始伸胳膊咬腿地在河水里冒出头来 这里哪还有什么凤井琵琶 藻吊河里找不见了 有的 只剩下有人惊愕地呼喊 和向我伸出的援助之手 我被他们艰难地拉上小船去 浑身湿透 回到平坛房换衣服 始终一语未发 他们以为我被吓着了 然不是 是我在确定 我活着吗 姑苏那些事是真的吗 我看着自己的脚 我穿三八的鞋马 朋友们安慰我 陪伴我 我许久只抱着琵琶坐在琴房里呆坐 我想 过去那十几载小时光 竟只是落水后我迷离魂恶的刹那 弹纸一挥间 我去了 又回来 做了年年的梦 爱了年年的人 恨了当初的世道 尝了那时的心酸 现在 我又截然一身了 唯有琵琶久败于我 青州风月 在我左右 我曾在过去渴望安稳周全 过活人生 然这慈悲想法从未成真过 我曾在灰暗过去得到善意光热并为此快乐怅然 可最终 我领悟到的 不过是所谓欢愉 无非虚于瞬间而耳 有什么可经验的 世上不曾有永恒的快乐 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逃不过看戏人口中的一句 可怜哪 可怜 姑苏还在 我也还在 年年不在 琵琶还在 芳还在 阿姆不在 我后来去东北 遇到很多正直仗义的大男孩 我专学那些舞蹈系的 平转转得好的高个儿大男孩 可慕容欲不在 我爱上了别的男子 他来评谭方找我 听我弹琴 唱歌 他由衷钦佩 说真好听 苏到骨子里 他说 就请嫁给我吧 可我的心不在 泪 爱 恨 怨 随往日那杯酒 那时情 落尽 尘埃 落定